一早天氣冷嗖嗖 戶外還飄著小雨 入冬首播大陸冷氣團來襲 北部各地氣象站都測得 今年冬天以來最低溫 清晨的淡水只有11.3度 氣象局表示 這部冷氣團持續到週二 但隔天又有另一波 更強的冷氣團接力來報導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中部以北 甚至北台灣地區的溫度 大概最低溫還是有11到13度 那空曠地區 尤其是中部地區的空曠地區 可能溫度再降個1度2度 是比較偏冷的 下一波是屬於乾冷 從週三的下半天一直到週五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南部的晚上的低溫 可能落在13到14度 但是白天的溫度 有機會到23到26度 那這樣子的幅度來講的話 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好消息是 這兩波冷氣團 狹帶的水氣都不多 接下來一週 除了迎風面的北部 東半部有些許降雨之外 各地都是乾冷天氣 體感溫度不會像濕冷天氣一樣 那麼令人不舒服 今天水氣是轉乾的 但是在禮拜一禮拜二這兩天 相對來講水氣是稍微比較多一點 主要是由於在南海附近的 那個颱風有一些水氣是飄過來的 但是它的量子都不多啦 只是有可能雲量稍微比較多 山區飄點雨 迎風面的北部東半部 有時候雲多飄點雨這樣子 那這樣就要特別提醒說 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如果水氣多的話溫度配合 禮拜一禮拜二是有機會下雪的 冷氣團接連來 未來一週北部氣溫都不會超過20度 中南部高溫可以到26度 但夜間低溫也有15度 提醒民眾要做好保暖 才不會感冒了